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好好地来谈谈他跟江东氏族的关系 不可避免的 孙权走江东话 就是套句我们今天的书语讲的 这个江东话就是本土话的意思 孙权想要立国长治久安 无论靠怀氏集团或者靠江北集团都没办法 政治走到最后一定要进入到本土话的程序里面去 这个才是政治的社会基础 这种政治的社会基础 我们从张昭这个地方身上是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就是说当孙策输入英豪 就是说他跟江东 他对于江东氏族来说 他输入过剩 就是杀人太多 张昭一直劝他 是不是可以好好的 就是套句现代话来说的话 就是你们好好的坐下来 我们能不能够好好的谈谈 换句话说 张昭对于江东氏族 他有一个心态上的转变 这种心态上的转变 是每一个政权都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说任何一个政权 他在建构的过程当中 某个外来者一定会被本土政权看不起 而外来者为了要镇压本土 他就不得不用一些人来作为 跟本土派系沟通联络的对象 那张昭就是扮演这种角色 所以就是说 孙权在进入江东化的整个过程当中 虽然史书没有讲张昭在这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但是我们可以说 张昭跟江东氏族里面 有四个面向 其实是环环相扣 第一个 江东氏族都是儒学氏族 那请问张昭是不是儒学氏族 张昭是儒学氏族 所以江东人会看不起孙权 未必 未必会排斥张昭 因为儒学氏族 其次 其次就是说 在孙策死后 江东政权改而争取跟江东氏族的合作 虽然我曾经讲过 张昭他主张立孙毅 孙权的弟弟 为首领 但是孙策不同意 但是孙策他死的时候 他说决战于两政之间 亲不如我 如果各选选人 我不如亲 这句话就是孙策他告诉孙权 以后我们要放弃武力 征服江东 而是要去争取江东氏族的合作 刚刚好那关键两年 就是张昭当权的时候 然后提拔了谁 提拔了陆逊 就是说江东氏族第一次有人走到 孙权的幕府里面去跟孙权合作 这个人就是陆逊 所以各位去看 张昭对陆逊的印象是非常好 不像他对于像甘陵 像鲁树 他们那些人不好 他对陆逊的印象非常好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江东化的推动 确确的说 大家都认为应该是孙权推动的 但是事实上 各位仔细看江东化的点点滴滴 是谁叫他去尊重四家大族的利益 凤义制 而领兵制等 就是说东吴政治集团 它不同于蜀汉集团 它也不同于朝魏集团 它真正的厉害的地方 像凤义制 就是说我画一块领地给你 你的经济就自给自足 然后就是世家大族的领兵制 那这种领兵制度就是无疑承认世家大族的地位 那第三个就是说 谁是世家大族的共主 你们死的时候 就是说世家大族的共主 就是掌门人死的时候 关于所谓立掌门人的问题 孙权没有否决权 那换句话说 这一些办法不是那个时候孙权想出来的 一定是有人在旁边跟他摇耳根 是不是争取他们的合作 这个人就叫张钊 所以张钊对于江东话的态度 他应该是赞成的 当然有人可能会举很多的例子说 你与其说他爱那个江东 更不如说他更爱黄河以北 但是话不能这么说 你说张钊主张投降 你很多人主张投降啊 但是他有没有投降 历史是看结果的嘛 历史不能看说 这个动机叫做投降 他以后一定投降曹操 那请问 无论在赤壁战前赤壁战后 甚至于报聘辽东事件 张钊有没有投奔朝位 没有 其实依照张钊的资历 他投奔朝位一定会受到证用 反而会对江东四族产生重大的打击 所以我们一般人读历史是说 因为他想要投降曹操 想是一回事做也是另外一回事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说 张钊是因为他想投降曹操 然后他不为孙权所用 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嘛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这里那我就举举马英九好了 很多人劝马英九用宋楚瑜啊 宋楚瑜过去是马英九长官啊 可是马英九为什么不用他 因为用他就是束手束脚嘛 他反而会告诉马英九 你应该怎么从政嘛 任何一个人 好 包含小孩也罢 你用这种方式去告诉他 你应该怎么做 你应该做 你应该怎么做 那请问你哪一个人受得了 包含小孩哦 包含小孩哦 说你应该怎么做 你不应该怎么做 你怎么做 那你可以得到什么 事实上好 我们今天去看太多的历史 就是说张昭这个人 他到底 他到底有没有做过黑心的事情 基本上史书上面看来是没有的 只不过因为他主张投降 曹操被孙权否决 但是很多人认为他说他心系北方 事实上他真心系北方的话 他可以对孙权不辞而别 直接跑到北方去 直接跑到朝魏阵营 这个时候对孙权阵营 伤害多大 张昭没有怎么做 换句话说我们从他没有做的一些事情 你可以确定一项 就是说对不起 他也主张走江东化 那这个是符合孙策的立场 那其实我们再来看 好 张昭跟雇佣 其实张昭对于第一任丞相孙少 不是没有意见 他有意见 只不过孙少没有赚而已 可是雇佣违向19年 张昭有没有反对雇佣 就是故怒诸张 张昭没有反对过雇佣 让雇佣做19年的丞相 其实孙少下台以后 那丞相轮也应该轮到张昭 那孙权虽然不用他 但是他有没有反对 他有没有跟宋先生一样 天天上那个电视 告诉马英九 你这个应该怎么做 你那个应该怎么做 你没有 没有 其实政治这个东西是非常微妙的 我曾经听一个政治人物 直接了当跟我讲 你不要告诉我 我该做什么 我比你还要清楚 这个政治人物是直接了当讲 他说他讲到人才观 这种是什么样的人才观 他说是不是人才不重要 就是换句话说 你纵然是人才 那我未必用你 但是你来求我 你来求我 所以我们有没有看到 张昭有没有说 为了想要担任丞相 他低声下气的去跟孙权 argue 没有 反而雇佣为相 十八年到十九年间 张昭没有反对过雇佣 换句话说 在政治伦理这一块 那张昭他还处理的真的不错 就是说至少他对孙少有意见 他还尊重宰相的权利 成相的权利 那到了雇佣的时候 他还尊重雇佣的权利 他不会以老卖老 他以老卖老的对象是谁 就是孙权 好 然后第三个我们来看 张昭跟孙权之间 观念奇异 张昭是一个文臣 他很讨厌孙权 五枪弄棍 为什么他讨厌 因为孙权喜欢去跟狗熊 跟熊打 孙权喜欢跟老虎打 然后各位晓不晓得 孙权跟老虎打 张昭都是一而再 再而三地劝他 你不要像你爸爸跟你哥哥一样 他说这个 这个呢就是说 万一有个闪失的话 会有很多的问题 各位晓不晓得孙权做了一件什么事 他做了一个车 就是这个车 他说头上没有盖子 就是说老虎铺到他的地方 各位晓不晓得 他就在这个车上 他四周都是防护盖 他用这个东西跟老虎搏头 或者是追逐老虎 各位想想看 这个东西危不危险 危险 因为我看过太多 就是说这种车子 你走在高原 或者是平坦的地方 或者是沼泽地 你总会碰到石头吧 或者大的石头等等那些 但是各位去看 从这一点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张昭三番两次 说国军不能涉险 就是一个国家的君主 千万不能亲身涉险 张昭一直主张这样子 但是孙权听了没有 孙权听都不听 为什么 原因非常简单 他认为说我才能显示 我勇武之之嘛 那换句话说 从一个文 一个武观念的对立 还有包含赤壁之战 已经讲了很多了 那更重要的是说 孙权决心走江东化的整个的过程当中 各位有没有发现 他对江东四诸还是不放心 所以孙权他又成立一个校式制度 所谓的校是学校的校 是是事情的事 叫校式制度 这种校式制度就是特务机构 专门去整顿江东四诸 其实张昭勸过他不能够这样子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孙权走江东化 其实是不得不然 他不得不要走的一条路 但是这一条路走的是非常非常的崎岖 这里面张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我们去看三国的整个的历史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了解两件事情 第一个权力 权力来源的正当性合法性跟合理性 第二个 其实三国最值得研究的 反而不是这些君王 曹操啦 刘备啦 不 三国最可爱的地方都是二线人物 你看张昭 你看诸葛亮 你看史玛伊 他们哪一个不是二线人物起来的 所以就是说看三国就必须要了解他 二线人物 没有这些二线人物的话 其实三国的英雄就没有那么多 那张昭虽然是一个文臣 但是毕竟他效忠于孙吴正全一直到死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虽然跟孙权观念齐异 但是他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孙权好 还是为了孙权好 所以这种儒学老臣 当然用今天的眼光 你可以说他是渔府 但是张昭可以用他的方式来给我们做一个很重要的启发 就是说面临到变局的时候 还有面临到江东化这么大的问题的时候 你要政治权利的人完全放出权利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孙权要做一个这么大的转弯 讲得难听一点 应该张昭虽在旁边有推波助兰之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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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